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提供幼童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特别在多位民意代表的协助下 更新旧有的教学设备设施 现在小朋友一到了学校大门口 就有五彩缤纷的防滑彩虹阶梯迎接他们 广场中的草地以及水泥地也铺设了EUP的止滑软电 除了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也提供小朋友更安全无疑的活动空间 尽情挥散汗水 一走进花莲市立幼儿园 映入眼帘的就是五彩缤纷的繁华彩虹阶梯 一旁还有红蓝纸相间的步道 搭配着彩绘墙面让人眼睛看得为之一亮 这次的止滑地面改善工程 采用抗滑细数70BPN以上的止滑涂料 是由世代会副主席李正伟代表蔡一中 蔡一阳三人共同补助 你们这边通常比较滑对不对 对 就是下一次 那因为我们试托外围这个部分 都会有积水的情况 所以试托以及代表会 来积取争取的相关金贝 予以改善 那也使用防滑漆面 然后期盼这样子改善之后 能让我们的小孩子 在试托的安全度上能更高 彩虹的造型 相信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上学会很开心 那也为小朋友们提供更安全的上学的环境 还不错因为我们实际来有用有洒水 那我们在上面其实是止滑系数是蛮好的 非常棒 那未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要再找一些更专业 对于防滑 然后小孩子就学空间的改善 到底要怎么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那我们让这个市政越做越好 进到学校中庭草地与水泥地间 也新铺设了EUP止滑软电 除了可以吸收强劲的冲击 也能预防伤害 小朋友们开心的在上面跑跳玩耍 而市长薇嘉贤与主任秘书翁美华 也和孩子们一起跳绳 实地测试软电的减震效果 而这项工程则是由现议员魏嘉燕 及许子方共同争取补助 那我们是非常跟许子方议员 都是非常注重小朋友的运动环境 现在少扫子化越来越严重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一些环境 去照顾小朋友 我这边也向花园县政府争取了一些经费 然后还有我们同仁许子方议员 这边也争取了一些经费 一起来共同来施作这个地点 那也希望说让小孩子在这片草皮这样奔跑 或是下课的时候 比较不会免于受伤这样 那我们这次室又趁着疫情期间 有一些停课的时间 来做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个改善措施 那在以前比较容易滑倒的地方 我们也铺设了相关的一个止滑胶 让孩子上学的时候 不容易因为下雨的关系而滑倒 那在止滑胶的部分 也把用缤纷的色彩 让每一个孩子上课的时候 都能够愉快的心情 市长维嘉贤感谢议员及代表们的大力支持 期盼疫情能日渐稳定 孩子们也能尽快回到正常学习生活 公所则会持续增加游乐设施 及改善幼儿园的软硬体设备 提供小朋友更无虑的学习活动空间 尽情挥洒汗水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